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女性课题的讨论 所以也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但其实我觉得我遇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当我收到这个简报的时候 我认认真真地把这个简报读了一遍 我不知道将会讨论什么话题 然后我又用心地就把这个简报又分发给了我十位朋友 我这十位朋友有男有女 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有想法的 对社会有关注的 学有所成或者是事业有成的 但是他们居然给我的回复是 他们也不知道要谈论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说 女性话题的这个话题 大家感觉上是有很多话题要讨论 但是你真正要问到大家的时候 大家似乎又觉得没有话题可说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话题呢 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现象 因为新加坡大家 虽然有时候你在选举的时候 看到很多抱怨 事实上他们的下意识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新加坡的体制 其实基本上还是相当专业 就是在一个精英管理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有很多的不公不义 小的当然永远就存在了 但是男女的课题呢 最近几年也比较有讨论 其实古代呢 你看对女性如此之不公平 几千年以来 重男轻女 男尊女卑 那为什么它会形成一个这样的现象 我们应该讲说 我们的老祖宗 从远古时代 从盘古时代 或者说到农业时代 都是以体力为主的那种体制 所以男性那种肌肉比较发达 到了工业 到了商业的时代 今天是一种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的那种生活方式 今天已经证明了 都是以脑力做一个标准 脑力的竞争 而脑力的竞争 按照MENSA的调查 男女总体是一样 所以必须接受一个说 今天呢 或者说古代的那一些 男尊女卑 伪命庭 重男轻女 就是以前那种在农村 需要多一点男丁 在耕田 需要体力 扛水也扛得比较重一点 这样的观念呢 已经过去了 必须接受在城市里面说 中国那个毛主席讲 妇女可顶半边天 中国的农村还是重男轻女 可是城市里面 你看 那些受高等教育的 其实已经大致上 不分上下 而且基本上 如果从亚洲来说 新加坡男女在这一块的平等 据说还排第一 所以你刚刚讲的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这种意识 如果你觉得很不公平 很不平的的话 这些声音就出来 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危机意识 所以就会这样的现象 正常 我还非常同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从历史上来讲的话 有一些 可以讲说是封建的也好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也好 然后近代以来 这个社会越来越商业化或者城市化 结果商业化和城市化 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的劳力劳动 又或者的话 像刚才所说的 新加坡社会 一定程度上 这个精英治理的 它的这个制度 它的这个社会环境 其实带给了更大的一个公平性 以至于大家觉得没有话题可讨论 所以我其实从中 就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观念很重要 制度建设很重要 如果要是说进行讨论的话 也许是我们会期待一个更加优质的精英治理 对对对 更加优质的顶层设置 是是 那这样来讲的话 可能这种情形或者这种话题 就显得更加的无话可说 对对对 因为观念都要与时俱进了 西方已经早就在这一块 他们走在前面了 我们东方还在处在一个 有些地方已经跟上去了 有些还是非常传统 你看西方 我们讲 男主外 女主内 男主外 女主内 那个五代的时候要去打猎的时候 那个做父亲的 做丈夫的 去外面打猎那个 父女这个做妈妈的 就在山洞里面 对不对 养个育女 对不对 照顾一群 男主外 女主内 到今天呢 西方已经打破了这个 所以有些 是叫做住家 丈夫 住家男人 因为她 她的太太 收入比她高 能力就比她强 对不对 她接受 我们东方还处在一种 半梦半醒 有些还传统观念 好像面子 过不去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面子 当然了 又话说回来 面对生育率 所以女主外的话 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男女性 在社会角色这一块 也不要矫枉过正了 就是说有些地方 适合妇女 朋友的 有些地方 适合男性去扮演的 比如说我们讲做生意 做生意 很多这些应酬这一块 妇女就比较 比较不方便 所以有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他你要很细腻的去分析的话 当然男人比较出之大业 妇女比较细心 这个就是一种 也是人类的进化史 今天造成的一种现象 也不需要去改变 但是会不会逐代在改变 会的 但是不会那么快 应该开放开明的去看待这些 这些变化 对我其实一方面呢 是同意说男女平等 这已经成为一个整个的社会的共识 或者是一个文明的表征了 但是呢 你也必须要了解到说男女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 并且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当别人去谈论一个所谓的男女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古老的中国文化是讲说阴阳平衡 是吧 或者是阴阳调和 所以你当你去谈一个女性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它对应的必然有一个男性问题 当谈男性问题的时候 其实必然也会有一个女性的问题 对 所以大家是一个相互关系 对 而不是独立的存在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新加坡 如果要是真的说男女平等或者不平等的话 我其实我是觉得 当我们鼓励更大的一个女性的这个权益 或者是女性的平等的时候 就包括像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 说新加坡的话 目前的女性的十字率达到96% 比过去的十年增加了十个百分点 那然后又说我们女性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时间里面 我们的就业率又逐步的提升 又达到了一个可以讲说是国际的一个水准 那包括现在的这个国会里面的女性议员的话 她也是超过了全球的一些相关比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新加坡来讲的话 其实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男女的平等 但与此同时的话 生育率的问题啊 孩子的教育问题啊 包括像过去两年好像有一个有两部影片 新加坡的影片在国际上得奖 我觉得都很具有典型的新加坡社会的这个需要讨论的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爸妈不在家 对对对对 爸妈不在家的意味着是什么呢 就是在家庭环境里面的话 你过多的把女性推向了社会之后的话 家庭里面的话真的是爸妈不在家了 那后代怎么办 就是就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到就像刚才所说的 不要纠枉过正的事一定要强调男女的平等 对对对对 相反的话应该要看到更大的男女的不同的分割 对对对 甚至是为了新加坡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的话 可能我觉得会更加强调女性在家庭的角色 对对对 这是一种像父权运动 他们矫枉必然过正 这个是一个钟摆效应 钟摆嘛 因为以前被压迫的太厉害了 今天跑出来他还要踩在人的头上去 其实不需要这样 只能够说社会机制发展到最理想是相对平等 但是无法做到绝对平等 因为有一些很适合妇女 当然你所讲的像生育力这样 我在 如果五十年前 你看看一部话剧 《阴道独白》 你知道这部是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犹太人写的一本 那个高智生导播的这个阴道独白在新加坡上 我受邀请他 我就告诉他们 因为我是家宾 我说这样的一种 事实上就是妇女的呐喊 法治那种觉得不平等的呐喊 我说如果五十年前在新加坡 我还会比较认同 那个时候 到十年前 为什么我讲五十年前 因为五十年前我家里有那个石膜 家家户户 跑来我们家 过节的时候 带着那个米 那个石膜 我们整个村子我们家有 我们这些小男孩呢 平时没有人用 我们做上去也没有问题 那堂妹堂姐 被那些长辈骂了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传统观念都是重来轻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控诉 这种呐喊 如果在很早期的确我认为 应该对这个社会有一个爆发力 但是到了已经亚洲也发展起来了 已经跟世界接轨了 已经相当平等了 所以说相对来说已经平等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话剧 它的那个震撼力 我认为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强了 对 艺术作品也好 文学作品也好 它都有一个所谓的时代特征 对 所以反而我倒是觉得 如果要是真的要谈论女性课题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让更多的适合的女性回归家庭 或者说让更多的一些女性的话呢 她们可能从她们的这种 为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自己的家庭 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平衡 从这一点来体谅她们 因为在新加坡来讲的话呢 这个生产力竞争力或者是社会的这种竞争力 压力大家都非常的大 所以变成是你如果要是不推崇这样的一个女性平等意识的话 很多的家庭也会承担很大的经济的负担 但是同时的话呢 这个家庭呢也会带来一个后代的教育的一些亏损的问题 所以变成是我觉得女性的话 她的一个更大的负担是 她既要兼顾家庭 同时她也要兼顾社会和工作 怎么样能够体谅她们 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对女性的关系 所以你的观点跟我们的建国总理一致 这个的确是有先见之名 这个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支持的